你看这平平无奇的土疙瘩 它是一块货针架实的大金子 它有多针 烧一烧就知道了 小火枪炙烤五分钟不变色 它有多大 挖一挖就知道了 大坑挖了一米多深 依旧看不到金块的底部 要想把它弄出来可不容易 至少八毫米的尼龙绳不行 但是想要找到这块金子很容易 只需走进荒物人烟的澳大利亚内陆 然后撒泡尿 腿哥来自澳大利亚西部 是个善良的打工人 老家工作环境不好 他便孤身一人乘坐火车 越过高山和平原 到内陆寻找机会 此时的腿哥 显然还没有意识到 内陆的自然环境有多残酷 火车上有对可怜兮兮的黑人母子 穷哈哈的腿哥想着 他最多一天半就能到达目的地 反正工地包吃包住 现在少吃两口没关系 于是他把所有的干粮 送给了黑人母子 腿哥和线人约好了 火车到站后 会有一辆汽车来接他 只需200美元 就能穿过茫茫沙漠 直达工地 腿哥下车后 向车站中唯一的老大爷 打听情况 谁知老大爷 两儿只管听新闻 根本不搭理他 直到腿哥开始询问厕所位置 那位老大爷才蹦出来一句奇怪的方言 听不懂没关系 老大爷早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配套使用了肢体语言 到这里寻找机会的人有千千万 腿哥只是普普通通的其中之一 四面露锋的豪华厕所找到了 腿哥不是很满意 但人生地不熟的只能享受 如果腿哥是个诗人 此时一定会来两句 风吹定下凉 高级争食房 里头人惊慌 外面狗张望 就在此时 司机找到了腿哥 催促他赶紧出发 腿哥变后洗手的时候 顺便冲了冲身上的臭味 他对着镜子欣赏帅脸 脚底下的淡水哗啦啦地流 引来了司机的呵斥 这就是干旱的内露 干净整洁什么的不重要 水 钱 食物 所有的资源都为活着服务 这里的人 要不被别人拿捏姓名 当牛做马 要不掌握资源 肆意压榨 司机将车开进茫茫荒漠 才对腿哥说 除了那200美元的车费 还需要支付100美元的汽油费 和20美元的水费 先前的约定里 可没有这笔费用 这是明摆着的坐地起价 腿哥除了老老实实交钱 没有任何办法 如果司机将他丢在半路上 他挣不到钱不说 还可能迷路 要知道 这里是澳大利亚的内陆 遍地沙漠 一旦迷路 八成就成了干尸 在城市里 你花钱能买到服务 在这里 花钱也是孙子 换备胎的时候 腿哥是立功 而司机则在一旁 悠哉悠哉地抽烟 不远处 一只野狗 在私咬病弱的同伴 那只毫无反抗之力的病狗 只能哀叫 腿哥看得有些鱼心不忍 而司机上前 捡了块石头 拍死了冰狗 歌语的怜悯 没有任何用途 这个残酷的世界 不需要温暖的人性 终尽弱者的痛苦 就是最大的善良 腿哥低头不语 老老实实换车胎 他窥见的 只是这个世界的冰山一角 晚上露营时 腿哥拿出一张 招工海报和司机聊天 海报上宣传的 四个月就能改变人生 让司机忍不住笑出了声 作为一个经常运送劳工的司机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海报上的工地 什么免费食宿 高薪待遇都是骗人的 专门骗腿哥这种 无亲无故 心思单纯的装劳力 用司机的话说 工地上的人 眼神就像撕咬同伴的野狗 腿哥会被啃得连骨头渣都不省 腿哥没有被司机的话吓退 反正老家也不是人呆的地儿 这里至少还有希望搞到钱 他自认为可以应付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可以招架得住 如野狗一般虎视眈眈的人 天明上路后 司机更加过分 本职工作都不干了 坐在副驾室睡大觉 让腿哥开车 而腿哥开车寂寞 习惯性地打开车在广播 还把声音调到了最大 不多时 汽车发出异响 竟然发动机过热 差点报废了 看来那一路确实是个挣钱的地方 一台濒临报废的破车 每天都能挣100多美元 反正车都停了 腿哥充分利用时间 拖着残疾的左腿 跑到一边方便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 最金贵的一泡尿 货真价实的黄金液体 腿哥方便的时候 随意扫视周围环境 竟然在石头堆里 发现了块金灿灿的石头 这就是传说中的黄金吗 腿哥不敢确定 招呼正在修车的司机赶紧过来 司机也震惊了 金矿不都埋在地下吗 哪有那么容易发现 怕不是个破铜块吧 他拿出打火机灼烧金块 以便真伪 五分钟过去了 被灼烧的地方 依旧金灿灿的 天降横财 一夜暴富的美梦 竟然成真了 两人赶紧挖金块 这个金块的分量 超出了两人的想象 一米多深的大坑挖下去 竟然还看不到金块的地步 两人使劲掰 金块牢牢地陷在土里 司机提出用汽车拽 然而 绳子都扯断了好几根 大金块依旧纹丝不动 看来下面埋了很深 依靠人力 很难将它挖出来 两人捣鼓了一天 还是没把大金块弄出来 晚上露营的时候 司机问腿哥 还去不去工地打工了 腿哥当然选择不去 大金块搬回家 下辈子躺着享受就好了 谁还当苦工 但问题是 现在大金块挖不出来 恐怕得找个挖掘机才行 两人一和解 腿哥要留在原地 看管大金块 而对路况更加熟悉的司机 到最近的镇上 去运挖掘机 如果你和一个 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在沙漠深处 发现了超大号的金疙瘩 你会怎么办 腿哥选择和司机合作 评分大金块 司机去找挖掘机 腿哥守着金块 因为路途遥远 车子也太破 等司机找到挖掘机再返回 估计要五天的时间 这意味着腿哥 要独自一人 在生存环境恶劣的沙漠里 坚守五天 为了下半生的荣华富贵 腿哥拼了 临走前 司机给腿哥留了三盒罐头 一小壶水 和一个破毛毡布 还有一个联络用的卫星电话 腿哥要凭借这些东西 在沙漠里上演荒野求生 烈日当空 一望无际的平原上 毫无遮蔽 腿哥将毛毡布挂在树上 搭起了一个简易的遮阳棚 然后抱着所有的物资 开始了孤独的等待 等到太阳烧落 腿哥又把毛毡布解下来 去捡柴货 资源匮乏的沙漠 遍地危机 这里有四肌而动的野狗 有不起眼的毒蝎 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舌泪 腿哥必须准备足够的干柴 没有篝火的保护 晚上野狗群会突然袭击 将它生吞活泼 第一晚平安无事 就是淡水消耗的飞快 腿哥方便玩都舍不得洗手 忽然卫星电话响了 腿哥裤子都来不及穿 赶紧往营地跑去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错过了司机的电话 慢慢时光 腿哥除了最基本的生理需要 一直盯着那块裸露的金块 这块金子 是腿哥坚持下去的全部动力 每次外出剪柴 腿哥都会此地无银三百两地 用石块把金子盖住 第二天 腿哥爬上高坡 意外发现了飞机残骸 他激动地跑进驾驶舱 铁板挡住了炙热的太阳 残破的座椅 坐起来是多么的享受 腿哥可以留在这里 舒舒服服地等司机回来 但他没有 他要守着金块 腿哥抿了两口水 稍坐休息 开始拆飞机 他把飞机的挡板和座椅 运回营地 靠着树干 搭起了一个 带窗户的豪华帐篷 现在他躺在帐篷里 也能看到金块了 时间挤进正午 烈日蒸腾 模糊了地平线 焦阳似火 穿过玻璃 晒伤了腿哥的面颊 腿哥额头 冒出密密麻麻的水泡 很疼 但是很安心 晚晚时分 腿哥坐在金块旁 时而远望天边 时而低头看金块 一只小蝎子 趴在金块上 腿哥淡然一笑 此时此刻 这只小蝎子 恐怕是荒漠里 最温柔的同伴了 小蝎子七七片刻 短暂地拥有了金块 却不知金块的价值 而腿哥知道金块的价值 却得不到金块 真是令人唏嘘 腿哥先有不甘 又试着撬动金块 这次他成功了 腿哥将那块碗口大的金块 抱在怀里 小心整理 这是多么珍贵的财富啊 有这块金子 他可以买下一大块地皮 过上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 司机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腿哥新买一足地报告这个好消息 可司机却说 这块金子算什么 地下埋着更多 想想得到他的生活吧 再坚持一下 就是半生的荣华富贵 腿哥深表赞同 但是继续坚持 哪有那么容易 荒漠里的野狗已经盯上了他 晚上 隐藏在黑暗中的野狗 试图袭击腿哥 被腿哥用火把吓退 而且 食物和淡水也不多了 一三天 腿哥将所有的水 倒进饮料瓶 畅快地喝了一口 忽然 他发现旁边有条五毒的蛇 大餐就在眼前 腿哥毫不犹豫地扑了过去 结果很尴尬 腿哥不但没有捉到蛇 还把水碰洒了 更糟糕的是 他吃完了最后的罐头 接下来的日子 只能填罐头皮解解馋 都到这个时候了 腿哥依旧美望提高生活质量 正着太阳还没有那么炙热 抓紧时间搬运飞机残骸 装修小窝 很不巧 这天荒芜惹烟的戈壁摊上 出现了陌生女人 一块巨大的黄金 会引起怎样的连锁反应 如果这个女人发现了金块的秘密 是会来分一杯羹 还是杀人怨火 腿哥不敢想象 下意识躲进飞机残骸 可是女人已经发现了她 通常情况下 落单的人在沙漠里相遇 会结伴赶路 而腿哥却反其道而行 他那畏畏缩缩的表演 引起了女人的怀疑 女人盘问腿哥的身世和目的 腿哥通通拒绝回答 女人友好的递出肉干和水 腿哥也拒绝品尝 事出反常必有妖 女人断定 腿哥要不是个亡命天涯的歹徒 要不就是想隐藏什么秘密 她早就注意到 腿哥在沙丘令里面有个小营地 距离这里五公里的地方 有片小绿洲 很多人在那扎营 而腿哥坚守那个破烂的小帐篷 说没有猫腻 谁会信 女子喋喋不休地往腿哥帐篷走去 腿哥心态崩了 他极度缺水 烈日蒸腾大地的同时 也在带走他身体里的水分 他甚至能感觉到 大脑一点点被烤干 变得僵硬 无法思考 女人绕着帐篷晃悠 帐篷里面有块碗口大的黄金 帐篷旁边还有个更大的 他的猜测越来越接近真相 腿哥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终于 他忍不住抄起木头 击倒了女人 一击毙命 鲜血从女人的脑袋上 潺潺流出 腿哥为了大金块杀了人 腿哥大脑荡击了两分钟 然后开始搜刮 女人身上的物资 能用的东西都留下 他贪婪且小心地 吞咽女人的食物和水 而女人的尸体 被他掩埋在 根崩崩的大地下 做完这一切 腿哥守着筋块 品尝肉干 他此时的状态 已经有些癫狂 腿哥的面部严重晒伤 已经没有完好的皮肤 苍蝇绕着他的脑袋乱飞 腿哥也不在乎了 要知道 四天前 腿哥还是个爱洗脸 洗头照镜子的精致汉子 他的眼睛也因为孤独 带上了神经病般的呆滞和疯狂 令人绝望的是 等待还在继续 辽阔的荒漠上 面目猙獰的男人 拖着一具女尸艰难前行 原本单纯善良的腿哥 为了一块黄金杀了人 因为那是一块宽度接近两米 长度难以探知的巨大黄金 腿哥将女尸掩埋后 发现野狗又刨开了土包 在撕咬鲜鲜的躯体 人性尚未泯灭的腿哥 动了侧隐之心 没有人会想自己死后 遗体落入野兽腹中吧 他找来木柴 点起大火 烧了女人的遗体 抹除了自己犯罪的证据 熊熊烈火 映照在腿哥流泪的双眼中 善恶交汇的瞬间 暴露了人性中的贪婪和虚伪 深夜 腿哥盯着小金块发呆 人命和黄金哪个重要 大部分人会回答 人命 但这条命 大概都加了限定 仅限于自己的命 这是普遍存在的自私 所以我们崇拜英雄 背上人命的腿哥 带着深重的负罪感 熬了一夜 到凌晨时分才沉沉睡去 太阳升起的时候 卫星电话响了 司机说他找到了挖掘机 正在全力前行 腿哥还得再坚持坚持 这令人绝望的等待何时到头 腿哥有些坚持不住了 就在此时 一辆汽车经过 腿哥丢下电话 拎起包裹就要冲 带上这一小块金子 也够他下半辈子吃喝不愁 可以转头 石头堆里还埋着块更加巨大的 难道要把它送给即将到来的司机吗 腿哥不甘心 共同发现的黄金 他至少应该得到一半 腿哥选择留下来 刚刚司机不是电话里说了吗 他已经找到挖掘机了 正在全速赶来 比司机先到来的是沙尘暴 大风携卷沙土 肆虐大地 风停的时候 辛苦搭建起来的小帐篷已经不见踪影 腿哥的腹部也插了根干柴 他在黄土中摸索到几件工具 烧红罐头盖子 烙在窗口上止血 他已经没有物品可以遮蔽防晒了 只能在脸上抹点沙土 食物和水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只能寄希望于司机快点赶到 腿哥摊在野外又等了一天 他的大脑因为缺水开始出现幻觉 他看到了已经死去的女人 四面八方都是已经死去的女人 而实际上 他的周围空无一物 卫星电话又响了 腿哥从沙土中扒拉出电话 司机说他快到了 腿哥深信不疑 小心翼地将金子埋起来 继续做可怜的守财奴 又一个女人走过来 好心地向腿哥提供帮助 他长得和被腿哥杀死的 那个女人一模一样 说话却更加温柔 她是那个女人的姐姐 腿哥不愿意接受姐姐的帮助 也不敢告诉她 她的妹妹就在不远处的土坑里 已经变成了焦炭 腿哥固执地守在黄金所在地 昏了过去 女人面容哀切 没有强求 她给腿哥喂了口水 而后在腿哥周围放置了一圈篝火 震慑虎视眈眈的野狗 只可惜这些篝火还没天黑就燃尽了 腿哥又接到了司机的电话 司机说他能够看到飘忽的烟雾 腿哥十分激动 催促司机抓紧时间 财富和性命他都要保住 野狗却不再等待 没有篝火的震慑 他们朝已经没有反手之力的腿哥发动了袭击 双拳难敌四口 腿哥被撕咬着推走 临死时 他的眼睛还望着裸露的金块 而司机就在不远处的小山包上微笑着观察着一切 他早就到了 却不出现 因为他想独吞那块巨大的金子 野狗们饱餐一顿后 截队离去 司机带着小挖掘机终于到达这里 他冷漠的看了一眼腿哥残缺不全的遗体 准备享受胜利果实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藏在暗处的姐姐一箭射穿了司机的心口 妹妹的仇和巨大的金块他都得到了 但是能否守得住那就不好说了 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才是最致命的武器 电影《绝巾》是标准的惊悚片 用一个简单的故事挖掘人性的自私和贪婪 影片中多次出现野狗 你很难想象这么简单的故事 导演竟然埋了两条线 是的没错 一条人线一条狗线 人线中的人 围绕抢夺黄金这个主题勾心斗角 狗线中的狗围绕获取食物这条生存法则 施展兽性 而导演在电影中 有意将人和狗对照应衬 可以简单地理解成 把人比作了狗 连接两者的都是些微小的细节 如腿哥寻找卫生间的时候 一个妇女妙无表情地剁着不知名肉块 那冷血的形象像极了野狗 私咬病若同伴的模样 如腿哥半路方便时 对着一棵枯树 纵所周知 对柱状物撒尿是狗的行为 如果这样的安排还不够明显的话 那司机说工地中的人都有野兽一般的眼神 总可以当作证据了吧 后续两条线的发展也继续对标 野狗们盯着鲜活的猎物不放 腿哥守着巨大的黄金步走 野狗和司机的猎杀方式都不是正面进攻 而是拖延时间等到猎物毫无反抗之力再下手 这片土地上没有多余的怜悯 只有野兽般的争夺 掠夺弱者的生命时减轻他们的痛苦 就是最大的温柔 所以腿哥在司机编制的美好谎言中死去 司机被一箭击穿心脏快速毙命 倒是可惜了腿哥 开局善良老实 结尾竟然手软鲜血 明明有很多次机会离开 却都没有抓住 毕竟那是一块巨大的金子啊 如果是你 你会带着一小块金子离开 还是等待同伴一起挖掘巨大的金块呢